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从今天开始呢 我打算录一系列的视频 向大家推荐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书 为什么要录这一系列视频呢 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 他们一年都会至少看10到20本书 但是回国之后我就发现 周围的人基本上没有人看书 别说10到20本了 可能一年连一两本书都读不了 所以我就打算录这样一系列的视频 把我认为比较好 比较值得读的书推荐给大家 当然了 我读书肯定是依据我自己的兴趣来的 我自己主要是读文史哲方面的书 所以我推荐的书也大部分都是文史哲方面的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视频要给大家介绍什么书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因为前几天有一个我过去的学生就问我 他说安老师如果我想读柏拉图的话 那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各位想读柏拉图作品的朋友一个小小的指南 柏拉图一生住宿泼风 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应该就是《理想国》了 我手里面拿的这本《理想国》呢 是逸林出版社出的张珠名义的 这个版本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如果想读《理想国》的话就可以来买这个版本 但其实《理想国》这个译名义的其实不太准确 因为我们都知道古希腊的国家的概念 跟我们现在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希腊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城邦 跟我们现在国家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理想国》其实应该译成《理想邦》更好一点 当然这个不重要了 那么顾名思义《理想国》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的城邦》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严格意义来讲其实并不能算是一本哲学书 因为你翻开它之后就会发现 整本书都是以一种对话体的形式写成的 有点类似于舞台剧的感觉 柏拉图呢在这本书里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 跟其他的一些人进行对话 去探讨一个完美的城邦 一个理想中的城邦是什么样的 那其中就谈及了怎么样治理国家呀 什么是正义呀 怎么样对孩子进行教育呀 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你会发现虽然它是一个2400年前的人写的 但是其中很多观点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比起其他的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书来 这本书是相当的有可读性的 那除了理想国这个比较大不头的作品之外 柏拉图还写过一些相对较短的文章 通常情况下呢会被收集在一起 比如说像我手里面拿的这本 柏拉图文艺对话机 它里面呢就收录了你像裴德诺篇 惠影篇呀法律篇 还有理想国的部分章节 这个呢是著名学者朱光潜翻译的 所以翻译质量肯定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柏拉图所有的作品 都是以这种对话体的形式去写的 所以都非常具有可读性 不用担心你会看不下去 那柏拉图最值得一读的作品 也是最著名的作品就在这本书里了 那就是惠影篇 惠影篇呢讨论的是爱欲情欲的这么一个问题 在这个惠影篇里 你会看到雅典当时最著名的文艺界人士 齐聚一堂 一边喝酒一边赞美爱神俄罗斯 然后发表自己对于爱欲的一个长篇打论 这个苏格拉底和亚西彼得的诸多八卦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惠影篇里面出来的 在这些雅典著名的文艺界人士的发言当中 我认为最有意思的 一个是这个当时著名的雅典喜剧作家 阿里斯托芬赞美爱神的那一篇演讲 再就是亚西彼得赞美苏格拉底的那篇演说 非常的精彩 这个大家是一定要看的 但柏拉图毕竟是一个活在2400年前古希腊的人 他里面的很多引经据点呀 很多表达方式呀 我们可能很难读懂 怎么办呢 不要紧 一个叫阿兰布鲁姆的美国学者 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去分析这个柏拉图的会议 就是这本书 爱的阶梯 这个封面呢 画的就是会影片当中 很著名的一个场景 就是亚西彼得最熏熏的 加入到这个文艺界大佬的集会当中 那布鲁姆的这个论文呢 就很详细的剖析了 会影片中每一个大佬的演说词 如果你单纯的读会影片 读不懂的话 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什么都懂了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强烈推荐 如果你想看懂这个会影片的话 一定要这两本书搭配实用味道更佳 那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读柏拉图 先从哪一本开始读呢 先从会影片开始读 如果会影片读完了 你觉得还不过瘾 还想继续读 那你就再把理想国读了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我呢并不是一个 以做视频为生的 这么一个职业视频播主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去求你们 点赞留言评论什么了 很霸道的 你们爱点不点啊 如果你们觉得 我推荐的书还不错 那就多读书就好了 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 其他的也没什么想说的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阅读丰富人生